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17年前因為SARS的關係 政府規定 醫護人員都必須要打流感疫苗 從此就打到現在了 那第一年打的時候 我真的也是嚇一跳 因為打完以後 咳嗽了一兩個月 那我想說我是肺癌嗎 要啊 我跑去照X光 那時候還沒有那個低劑量CD你知道嗎 照一照 沒有啊 那我剛好那時候 我剛好跟那個作家吳肉泉 在巡迴全台 去校園做那個演講 吳肉泉跟我說我也打了 我也什麼症狀 我說你幹嘛還打 你才三幾歲打什麼打 他說我跟我媽媽去衛生所 我媽媽打我就順便打了 他說打了以後 我也是一樣一堆症狀 也是覺得很像那個 後來發現這就是 只是一個反應了 我第二年又 懂了就是反應了 到現在都沒有 所以我跟大家一個個人的經驗 所以是第一次可能反應 對 只是第一次 後來真的都沒有 後來我打過各國的 比方說我今年打了德國的 往年打過國光的什麼 都很好 效果不好都是什麼 那一年那個WHO 猜錯那個病毒株 跟那個哪一國出產的沒有關係 是因為全球都猜錯 那有什麼辦法呢 台灣有很多疫苗其實可以打 像什麼肺炎鏈球券也好 流感疫苗也好 還有PayPal那種 有的打就趕快打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看第三個了 吃糖藥 糖藥病藥 會濕胜嗎 最近我一個親戚剛住院 他就說怎麼突然 他每天出去唱歌跳舞 他就傳起來說怎麼突然有一天 他手腳都麻了 他覺得為什麼會中風 我都那麼健康 還爬山跳舞唱歌 每天真的是這樣 後來去驗血糖 好像七八百 我問到耶 那我說你以前不是有血糖的問題 為什麼不控制 他說我覺得吃糖藥病藥不好 所以他說那你吃什麼甜的 我每天三三吃水果 你知道嗎 後來問他老婆他說 他都吃麵 金的食物 所以是血糖的問題造成他 他很緊張 都到醫院以為是輕微的中風 所以不是吃糖藥病不一定會 我覺得不太會犧牲 是因為吃糖藥病藥 你又在吃甜的 對 沒有控制 自己沒有控制 控制 就他痛風的要吃藥再吃海鮮 對 我不曉得我理論對不對 我們請教醫生 我們分享一個案例是這樣 就是我有患者他才40多歲 他有一次從眼科轉接來 就跟我講說 醫師我要來驗血糖 因為他眼睛模糊去看眼科 眼科意思說 檢查起來都還好 也沒有什麼視網膜的問題 也沒有什麼近視加深 可是他覺得不舒服 眼科說那你去抽個血檢查一下 他第一次就跟我說要驗血糖 好像知道自己血糖的問題 我說好 如果你擔心的話 我們都很簡單 我們趕快驗一下 結果當天 如果糖藥變得很高 血糖很高 你怎麼都沒有治療 他說其實他在滿40歲 在兩三年前的時候 就做第一次成人健康檢查 就發現有糖尿病了 然後醫生有跟他講說 你要趕快治療 你要吃藥 都帶了藥回去 可是他帶了藥回去之後 他在一個工廠工作 他老闆娘看到那個藥 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藥不能吃 糖尿病的藥吃了會洗腎 還有兩個親戚 就因為吃血糖藥吃到洗腎 然後我那個患者 那一次就聽到就嚇到 因為他就在老闆 跟老闆娘身邊工作十幾年 所以很信任這個老闆跟老闆娘 就覺得說老闆娘講的話 一定是對了 他又不敢吃藥 所以就沒有控制不理會他 直到最近開始眼睛模糊 才跑去檢查 那沒有錯 眼科醫師講的觀念很正確 就是因為我們血糖如果很高 尤其是很高的人 我們前方跟後方 那血糖濃度高 防疫的那個一樣是會很高 那你的水晶體泡在裡面 就會混濁 就會有雜質 所以你看東西就會模糊 就像輕微白內障的那種感覺 那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觀念這樣不對 你等於是你們把話倒過來講 我們台灣糖尿病的患者 大概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會有所謂的 那就是當糖尿病的併發腎病變 那更嚴重的是 我們台灣是喜慎亡國 是因為我們有一半的族群 就是因為 所以等於是把原因 結果倒過來講 那糖尿病的藥 我們醫師在開的時候 都一直在注意說 監測腎功能 甚至希望開了 現在很多藥都標榜是 而且還可以減緩腎病變 不斷地在監測 微量蛋白內藥抽血 一路都監測 不會有說一個藥 反而吃了會有腎病變 這樣有問題了 那我就開始跟他一直聊 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吃藥 不控制這樣不行 以後將來你眼睛越來越模糊 要性功能變差的話 就來不及了 他後來被我說服說 好啦 他就拿了藥回去吃了 兩三個禮拜之後回診 血糖進步 他發現說自己真的 慢慢慢慢的 眼睛有慢慢在改善改善中 越來越舒服了 我說那你這次吃藥 沒有被老闆娘發現 老闆娘有看到 因為老闆娘知道 老闆娘因為平常很喜歡看健康節目 老闆娘看到她的藥帶 就說你給惶惑人醫師看 那我就不講話了 我說為什麼就不以置評 我想應該是 建議說吃血糖進步 結果我今天還是把他講出來 這種婚禮一定要導真 就是不要再喘 這種到目前都還是會聽到 好多人還是這樣講說 吃糖尿病的藥會洗腎 其實都是講錯 就是不吃藥不好好空 像郭威爾講 不吃藥去吃糖 那你之後將來 真的就是會找鳳醫師 而且你們糖尿病 真的會偷藏一些糖果 因為他們會血藥 其實我這個可以再補充一下 其實很多人概念說 吃西藥就是傷腎 其實是不對的 很多西藥是保護腎臟 誰會傷腎 第一名是糖尿病 第二名是高血壓 所以大部分九成九的那些 抗 這樣降血糖 抗血壓的藥 是保護你腎臟的 並不是吃 那西藥的確是會傷腎的 是哪一類 止痛藥是低免 我頭痛啊什麼痛啊 我就亂吃止痛 這止痛藥最多 第二個是抗生素 抗生素也會傷腎 還有一些化療的一些藥物 還有我們打 鹹飲劑 這些是確定 其實並不是所有的西藥 都會傷腎 就只有少部分那些西藥 會傷腎 你不要把那個 幫助你的降血壓的 降血糖是保護你腎臟 怎麼會是魔鬼 它是天使 大家不要 我在開藥 不要說我會傷你腎臟 我是腎臟科醫師 開了一堆藥 事實上是在保護你的腎臟 來 接下來我們看看 中風要趕快放血 我前一陣子看過一個病人 我們被教訓機的時候看了說 他十根手指頭 第一個印象是 十根手指頭都包起來了 我第一個反應說 打球喔 受傷了 還就受傷了 都包起來了 那時候 後來我問病實 他說 可是看到他 他說是半 一手舉得高 一手舉不高 半邊不能動 講話這不太清楚 中風嘛 我跟他說什麼時候發生 他說三個多小時前 快四個小時 剛開始一點點沒力 他就打算問家人 家人說 快 快去放血 找針去渣 他說 你真的找針去渣嗎 他說 現在家裡誰會有針 只用美工刀 還用割 他說一割一個 割 他說割完十根之後 都是血 好痛 好痛 然後他說 可能快好了 結果反應說 等了一下下又美好 等了一下下又美好 只好十根手指頭 去打電話 跟家人求救 家人回到家發現 門上面有血掌 然後地上有血 好像一個 命案現場 墻壁還畫 你用 然後地上也有這樣子 真的 真的 其實 你扎 不管你扎針也好 或是說美工刀割 或者你放學的動作 其實會有兩個問題 你割的時候真的痛 痛的時候你血怎麼樣 血壓會飆高 如果你是初血 血性中風來講的話 你可能把這症狀更嚴重 真的 你把他手指弄傷了 你怎麼打電話 對 打電話也打得很勉強 而且這樣子浪費了很多時間 他真的這樣子拖了三四個小時之後 才被家人送到急診來 其實也錯過了我們講黃金治療期 打龍血酸的藥等等 那是沒辦法 就算他真的來得及 說實在的 你手能給我傷口 我打一些龍酸的藥 這個傷口有沒有可能跟著出血 都是有一些很多的風險 所以奉勸真的有發生 比如說腳話不清楚 臉歪手取不高 疑似中風的病人 不要猶豫打一一九 不要再去放學捏人中等等那些的症狀 這不是唸的是掐喔 對 掐這樣掐那個 對 工刀如果生鏽的話 還要打破 還要橄欖啊 對 沒錯 要打破之後 對 如果消毒沒做好了 可是民俗療法真的是 像我媽媽他們那個年紀的時候 就很常會很聽信這種東西 因為像是阿民族 就是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對不對 然後就會很多部落的 以兒傳兒 對 那時候以前媽媽就有那個 對 然後結果後來 他除了就是定期的追蹤中 吃藥以外呢 結果後來就有一天 就碰到了一個阿姨吧 對 阿姨就想說 你喝鹹湯 喝鹹湯有幫助 這樣子 結果因為我媽媽就一直 定期的追蹤檢查 結果後來確實 就媽媽就恢復得非常的良好 這樣 所以媽媽就覺得 鹹湯是萬了 對 然後後來 他就也是一段時間就覺得 那我不要吃藥了 反正喝鹹湯就好了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 就前幾年 前幾年的時候 媽媽又開始有一點腹痛 或是什麼的 然後他就會去吃鹹 去買鹹 然後我一看到鹹的時候 天啊 媽媽又開始腹痛了 對 然後他就不敢去醫院 他就覺得反正 喝鹹湯就好 對 然後就一直這樣喝 一直喝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是 早上的時候 我們還一起吃早餐 然後吃完早餐之後 我就去跑通告了 然後下通告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爸的訊息說 媽媽住院了 要準備開刀 我就嚇一跳說 那不會是真的 媽媽就是以前的膽囊腺癌 複發了吧 就趕快就是跑去醫院 然後跑去醫院的時候 然後我就問一下 原來媽媽呢 膽結石 就是因為他就一直沒有去治療 他的腹痛的原因 他一直以為就是 以前的膽囊腺癌的關係 結果是膽結石 然後結石到就是 真的很大一塊 也是沒有辦法給它震掉 只好開刀 然後就把他的膽 給取下來這樣子 所以我就等媽媽醒了 我就說 怎麼樣 還想要喝鹹湯嗎 不要了... 不喝不喝 所以以前真的是 像媽媽那個年紀的人 真的會很聽信 就周遭的人 對啊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 反正酒瓶乘兩衣對不對 那個鹹 辣 如果吐沙沒吐光 我們吃的都是那個沙子 而且媽媽她不是吃 她是就是 因為她就是整碗 就是鹹 就是拿去蒸 就是蒸下來的那些湯 大精華 對 以前是說治療肝病的 對 說治療肝病